感性看球理性聊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看球我是阿三 接下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么中国女排最近的备战奥运会的一些情况 众所周知那么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呢还剩下30天左右的时间 而作为无缘四联赛的中国女排呢虽然说早早返回了国内 但是整个球队并没有开启一个短暂的休假而是直接前往宁波北轮呢去参加封闭的一个集训 为即将到来的东京奥运会呢做好一个十周的准备 这次四联赛呢郎平也试用这个以赛带练的方式呢非常的良苦用心 就好像说经历了四联败但最终呢也相信郎平呢已经是达到了一个练兵的目的 大部分球员的一个状态呢也是提升的相当的不错的 另外我们之前其实也聊过郎平呢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将会正式退休 他也做出一个艰难的重大决定 那么如此一来呢也能够正式去享受一下自己的一个晚年生活 不过呢郎平退下之后呢其实究竟啊谁能够来接他的班呢 这一点其实也是非常多球迷呢还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 那么其实之前呢坊间传的最多的其实不外乎就是安家杰和王宝权这两个人 首先说说安家杰万不众所周知呢 安家杰其实一直呢都深得郎平指导的一个信任 那么这些年来呢郎平是呀非常有意的去培养他 特别是在这一次的一个四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呢 郎平是给了他很多的机会让他去一个人带队 似乎其实也是想向外界去传达一个信号 那就是安家杰呢是有希望呢去接班郎平成为中国女排下任的一个主帅 不过其实说实话 那么其实从安家杰在四联赛当中的一些表现可以看到呢 他的执教能力其实真的是一般般 特别是在好几场的一个比赛当中呢 是中途换上这个刘晓彤呢最终是痛失好局 这一点其实也是遭到很多球迷诟病的 所以其实呢对安家杰来说呢 他估计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接下这个班 第二个就是王宝权 众所周知王宝权呢其实也是中国女排的一个名帅 但是呢他的年纪已经不小 那如今已经是60岁 只比郎平的是小一岁而已 而且其实最关键的是呢 他之前也带过中国女排 但说实话他带出来的一个成绩呢其实是一般般 所以其实从啊不管是哪一方面来看呢 其实啊这个王宝权当选的话 应该是希望也不大 那么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呢 还有没有人适合是中国女排主帅位置的一个接班人呢 那当然其实是有的 目前呢中国女排的一个民宿赖亚文呢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众所周知 那么赖亚文呢当年就是中国女排的一个重要的球员 那之后加入教练组呢 啊这么一过来其实也是啊十几年过去 那么可以说呢 赖亚文是中国女排的一个知心大姐姐 那么他对于女排的一个了解呢 应该说是不输给任何人的 而最关键的是 那么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女排这个大家庭 如果说能够由赖亚文来接班啊朗平 那么其实无论是 是从各个方面来看 他都能够起到一个无缝对接的一个效果 而作为中国女排的一个功勋老臣呢 那么中国女排的一些姑娘们呢 也必然会非常的信任他 所以呢其实从当下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其实我觉得呢包括应该很多球迷呢 也都相信这个赖亚文呢 是比这个安家杰和王宝权呢 更为适合更为有可能去接班郎平位置的一个接班人 而朱婷呢在郎平离开之后呢 他也将携手这个赖亚文呢 继续创去创建中国女排的一个新王朝 那么带领中国女排呢 继续去创造一个更加辉煌的一个成绩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可以点击关注评论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疗球拜拜